在会见波黑部长会议主席资维·资迪奇时,李克强表示,近年来,中国和波黑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重点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中方愿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波黑火电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愿同波黑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合作。 资维·资迪奇表示,波黑愿与中方加强电力、交通、农业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有关项目早日落实。 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理武器奇时,李克强表示,中赛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年内成功访赛,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赛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业已达成的凶赛铁路、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推动务实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武器奇表示,赛中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基础设施、能矿等领域合作成果令人满意。 愿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时,李克强表示,中凶友谊历久弥新,两国大项目合作成果显著。 凶赛铁路建成后,将大幅缩短中欧货物贸易往来时间,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中方愿同凶方等各方继续建设好凶赛铁路这一旗舰项目,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欧尔班表示,凶中双方达成的合作共识正在得到认真落实,凶方愿进一步把凶中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在会见波兰总理谢德沃时,李克强赞赏波兰在推动16加1合作,中国和欧盟关系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表示,中方愿加大一带一路倡议同波兰在工业化发展战略对接力度,以产能合作为载体,发挥中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应工业制造品领域性价比高的装备优势,参与波方、港口、工业园区等建设,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谢德沃表示,波方愿结合波兰在工业化进程,扩大双方在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深化在16加1合作框架下合作。